嗨 大家好 我是昱宇 大家好 我是阿輝 不是聽歌嗎 不是啦 因為旁邊都是聽歌 就是比較香的字卡 啊 比較香的 又要送聽歌字卡了 好 今天呢 看到桌上就知道我們要來聊什麼 來聊這個時下最新的手拿包 我還以為要講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什麼 舊 舊 你知道叫我 最新設計的 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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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對 AirPods Max 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幫我們看下去 先幫我們按讚 訂閱 加分享 還有開啟的小鈴鐺喔 我們的影片就正式開始 其實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她 我覺得質感還蠻好的啦 而且我覺得 妳可以帶也蠻好看的 妳帶給大家看啊 然後再跟你就是比較一下嗎 我跟你說 不要說什麼女主角看起來比較好看 我自己又覺得我不想看我自己帶 然後再來是我自己有一個小MuMu 就是她好像對大頭的人 比較不友好一點 不友善 對 所以以我帶我再把她拉到最長 最大情況帶才剛剛 勉強剛好 外型的話我還是喜歡的 而且剛好就可以一個配對 她這個配色就是剛好是 有跟iPhone跟iPad的型色 比較接近我覺得 比較像是iPad Air型色 的型色 我覺得它比較淡一點 我覺得綠色也很可愛 其實後來看看我個人 我覺得銀色蠻好看 我還是覺得好像沒有買銀色 就是有點可惜 因為銀色其實白色是配好的 買 像銀色就更亮 就蠻活潑的 而且我覺得我應該帶這個 在路上大家就要說 喔你是 Apple 沒有 你是玉語 誰版Apple的機啊對不對 有好不好 認同的眼光 我現在把YouTube訂閱錢 對 我很趁直 當然 我現在就帶這個啊 然後用通透模式跟你講話 其實它通透模式 是我覺得非常好的 因為其實我陸續都有 像我之前很久 又用Sony的降噪耳機 從一代開始用 然後我去年也有 去年上半年 我有買 BOSE的新款 NG700 那我自己試其實 正在講它就是目前最強通透 我也覺得通 就是五感 BOSE 就是BOSE NG700 它跟AirPods Max是非常接近 它都是用多麥克風 而且數量高達9顆 可以做外界收音 還有就是降噪一些動作 那它用起來感覺就有點像是 BOSE 再加上AirPods Pro的通透模式 融合在一起 所以非常非常自然 它降噪又很強 這是我覺得非常奇怪 就是你開降噪 就全部給你一個幾乎 沒有任何外面雜音的 那你開通透 你跟他人溝通 是可以完全自由溝通的 所以不要再假裝帶降噪機 聽不到老婆講話 大家都會用飛噪 蛤 蛤 聽不到 然後我們其實試聽 就是你還蠻喜歡它的這個 實體的一些旋鈕跟它界面對不對 操作界面其實 因為我之前自己用Sony 那當然就是Sony的話 如果 畢竟它是安卓陣營的手機上台 所以它其實Sony 有好處是它的 NFC配對非常方便 然後我的安卓手機靠一下 它就只用配對 跟切換 但是我真的要這樣講 它的其他操作 反而覺得AirPods Max 是我用過最順暢的 一個是音量 像Sony很好 Sony是用觸控 然後我們要上下滑上去調整音量 但是像 Apple的AirPods 它上面就是類似 Apple Watch的那個錶冠 它就直接用轉的去調整 然後按鈕也很簡化 那是一顆降噪 剛剛運有事嘛 按一下就是開降噪 再按一下就開通透 然後 Tocon按鈕就跟你的手錶 錶冠類似 你可以旋轉這條音量 按一下就是上一首 下一首 長按就是Siri 那甚至它沒有所謂的開機關機 特別的 還蠻直覺的 那你拿下來 它裡面有紅外線感應器 它偵測你沒有帶 它就幫你暫停音樂 然後放進你的寶物套裡面 它就自動進入待機 就是類似關機的模式 然後電力也蠻強 20個小時 所以其實用起來的話 整個非常流暢 是我自己算比較喜歡的這點 無分我決定另外提一下 因為這不太算它自己專用優點 因為它其實是iOS 14.3 這跟我真的是 我剛剛才會講髒話 是不是不會 不好意思 他們可好用啊 就是不共切換 以前都是 手機大家 你用藍牙耳機 最常見面就是 你一天到晚都 你最擅長就是重新配對 因為你壞了電腦 壞了手機 你要重新配對 那常常用我 我可能要在手機上面看追劇 我可能要在平板上面追劇 我可能要在電腦上看空 沒有 不是 對 那這個切換動作就很麻煩 不要有優惠運 要戴耳機的情況下 但是第一個 你之前用的話 你如果之前有用 AMPAR系列的話 你就知道不用重新配對 但是以前要怎麼樣 以前你要切換嘛對不對 然後去點3之後 有一個自動切換 真的我只能說 超好用 因為就是你戴著耳機的時候 然後很簡單嘛 像我現在用 假設我今天用手機在聽音樂 然後你戴 我戴Apple M-Max 然後我要用平板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 切換過去 你不用那麼切換欸 你就是按播放鈕 例如看YouTube 例如聽音樂 你按播放 它就自動切換到 因為我是後來用的機器 然後當然你要記得 裝置要登錄在同一個 你的iCloud IP 然後在Wi-Fi的環境下 然後它就會全自動切換 甚至我走到我的電腦前面 因為電腦不會全自動切換 因為電腦的情境不太一樣 它在電腦靠近之後 它上面就會顯示 你附近出現一台Apple Max 然後你要連結就是按一下就連結 然後你到 再到你的平板上 就是按播放鈕 然後把你自動切換 全自動切換這個 這個無縫體驗真的非常好 這是我自己其實用過 我反而覺得 一大加分 最有感的功能 三大兔頭 第一個還在講啦 因為網友一定會講 就是它太貴了 太貴了 相對起來 相對啦 第一個啦 我覺得台灣電腦是有點貴 RM9其實我認真說 並不是在耳機的世界中 並不算多貴 耳機的世界中 我跟你說啦 我真的前兩年都有買 某幾支的客製號耳機 不付我兩三萬喔 好買回來跟垃圾 我沒有沒有 就是不滿意 那我們還是把它放在 同一個等級的價位 就是例如像Sony 或是Bose 那這樣子 我們如果以一般的價格來講 它還是偏貴 因為大部分Sony跟Bose 大概是定在一萬三 一萬四左右差不多 那台灣電腦我覺得 是稍微有點高 也許看它後續會反應 價格會反應再做調整 那你如果是蘋果用戶 我還是推薦你如果買耳罩的降噪機 它就是蘋果用戶最好的 最好選擇 那價格貴 真的不是蘋果的缺點 是我們的缺點 我買不起 是我們的錯喔 我們問題 我覺得你要平靜耳罩 它還是它的缺點 因為畢竟入手的話 會有價格門檻存在 在音質跟降噪 這是基本的功能上面 它們其實可能是同的等級 就是Sony Bose 跟AirPods Max這樣子 好 再兩個就重量對不對 重量是 重量我就覺得還是會有這個問題 那我自己佩戴 其實佩戴感 我是覺得頭戴有 真的比較會有重 來 帶帶看吧 就可以重底 不要看你重 先我佩戴的時候 把他的耳機拉到最長 然後就戴上去 然後稍微壓到底才配了 那因為它的重量還是比較重 那夾頭感我還是覺得會比較明顯 因為像Sony的話 其實它已經第三代 我這是第三代 其實它的舒適感 會比較舒服一點 當然就是質感問題 它就像Sony的話 就是塑料然後感覺質感沒有清楚 沒有清楚那麼好 那重量我覺得還是一個缺點 就是它外型其實還是相對 比較搶眼一點 那我喜歡 就質感 我覺得很可愛 我會喜歡正那一代 對 我會喜歡正那一代 而且想看就是肥仔一代的話 那覺得皮套咧 因為蠻多網友也覺得 皮套我覺得這個設計就是 皮套我覺得這個設計就是 你知道就很尷尬 因為它其實我覺得 它同時又兼具了優點的缺點 我先講優點 就是第一個 我覺得好處是它的確比較方便 因為你要收起來就是 我先把它遮起來 然後把它放進皮套 因為它第一個 它有靠近感應器 所以我拿下來佔頂播放 但是放進去一通 它就變成代命模式 你想看它是自動關機的 所以它有點像是關機 而且是低電量的代命模式 對 就是你可以就不用擔心整片 耗電的問題 但是說真的這個皮套 有會有點大家會抗正點 就是因為它保護性折症 就真的不強 就是你裝這個皮套 然後你不小心摔下去地上 就是這邊也都沒有保護到 對然後甚至部分 部分你的基礎件都還要露出來 所以你如果真的摔到 是不是摔到地上就被掛上了 所以保護性其實的確沒有像這樣子 可能很簡單的一個淡淡殼 硬殼就能做到東西 然後像Sony的話 它就變成要給網內遮的情況下 你其實收起來的時候 相對比較小一些 然後放到包包裡面 是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我還是覺得就是 保護性其實沒那麼足夠 我覺得它是設計上 這個設計可能說很蘋果吧 很蘋果 它設計出來一個他們覺得很棒的東西 本日經驟 那講完基本的就是三大優點 但是它不喜歡 現在來回答一些網友的問題 因為網路上其實討論蠻多有災情的 像它會出水就是有結露的狀況 出水其實我真的看到我覺得蠻意外 因為我看到或看到新聞 它這個耳罩部分 它的透氣度其實是遠比Sony這種類 這種PU材質來的 好 就是我之前其實戴Sony的時候 反而覺得比較會有悶熱的狀況 但AirPods Max反而比較不會 因為它其實是類似網狀的 那這個油好有壞 因為其實我自己反而覺得這個包覆性 沒有那麼好 而且比較稍微硬一點 我反而覺得這個比較舒適 但是我單純就悶熱度跟會不會流汗的事情 Sony反而我之前有流汗的狀況 就是這地方會有汗水的情況 那以這樣的情況 我自己用了一個禮拜 多禮拜也是 目前沒有遇到 因為網路上是說 它會就是出水到 可能要等它就是乾燥之後 它才可以使用 這是真的蠻特別的狀況 我一猜測是不是他們 因為他們以前是哪個地方 是不是那個地方是特別冷 寒冷凝結 從溫暖的室內走到外面去 它就是快速凝結 水性凝結可能性比較有 那至少目前我自己是沒有碰到這個狀況 最後阿輝現在沒有碰到 我就碰到黃銀罩三幹掉了 那最後就是來總結一下 會推薦什麼樣的人購買 或者你覺得選購的一些小建議這樣子 第一個是如果你今天 不是用蘋果使用者的話 我還是覺得很斟酌 我會斟酌一下 就是你如果不是用iPhone 甚至你如果只有iPhone 你不是蘋果全家童的話 我就有點斟酌一下 因為Sony的話 像我剛剛說 Sony的降噪 降噪跟它幾乎是一模一樣 音質甚至我覺得Sony 我聽起來還是比較喜歡一點 就音質上比較是調音 它大致上同等級 那Sony弱點可能就是 它的通風模式沒有看那麼清楚 但是本質上大家最常用的其實是 聽音樂還有降噪 那這兩點功能一模一樣的情況下 甚至Sony3可以6000塊買到 那你幾乎半價 甚至Sony3那麼便宜 好像是一個比較聰明的選擇 但是反過來說 如果你今天是蘋果用戶的話 我倒覺得這個蠻大的假分 而且我一直在說這個問題 就是大家可能覺得它比較貴 你買蘋果的產品 從來不是因為價格便宜 從來不是嘛 首先這麼貴你也買嘛 日語也買Polo 對不對 是因為它好用或是它整體性高 例如你用它的平板 用它的手機 用它的電腦 或是說你單純喜歡它的手機設計也好 這個也還是它的重點 是吸引你好不好用 那我覺得這個價格的問題 如果價格真的太貴 價格不是問題 如果重量真的太重 那就是看蘋果之後 他們我覺得賣不好 他們在做調整 這我覺得很合理 像是它也會出全綠的版本 然後更清華一點 或是出個Light的版本 那這部分還是推薦你如果 蘋果使用者的話 我覺得可以考慮 那我還是順其從生就是 如果你沒有用降噪耳機 不管是AirPods耳塞型或是耳罩型 大家已經試試看看 因為降噪耳機真的是 應該是我這幾年 近五年來吧 就是買過最有感 而且用過就回不去的 像Sony 以前是Apple買沒出的時候 Sony出來的時候 一代用力敬為天人 從此之後出國可以不帶物照 這是很誇張 就是我會忘記帶物照 但是應該要戴耳機 但是耳機一定四天先衝好墊 放到我的心理箱裡面 那他最近有出一個18K金耳鯉皮的 我覺得這很棒啊 經常買的時候記得跟大家分享 請追蹤非凡本身YouTube 本身版 真的要來開箱這個 真的要來開箱 可是我剛才聊到 我們覺得這東西很貴 但是我之前去出山的時候 經過杜拜 杜拜還是有 欸裡面真的有18K的iPhone 擺在那邊現貨 我們圖放在這邊 給大家參考一下 對圖放在這邊給他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阿輝的分享 希望就是之後的影片呢 也可以多多找大來賓來聊天 那我是韻魚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